职丫诊所帮你一生都精彩 从新鲜到退休 104职丫诊所Podcast 我们从6月开始进行内容策展 每月有一个系列 每周一个单元 8月第三周的主题 如何成为职场明日新 我们从产业来切入 半岛体产业呢 无疑是台湾在全世界 最闪亮的一个产业明星 那在这个明星产业之内 工作的生活 还有工作状态 开心吗 充实吗 快乐吗 高压应该也有一定的收获 成长跟学习 我们今天介绍三位来宾来说故事 第一位来宾呢 是企业代表日月光的 人力资源处副总经理 李淑霞 Sunny 哈喽 大家好 好 她在日月光呢 有25年资历以上 也是一个非常非常资深的 半导体的工作者 那第二位来宾呢 她是我们的工程师代表 齐邦科技智能工程部的高级工程师 蔡家伟 Tony 哈喽 大家好 好 Tony 他是高科大机械系毕业的毕业生 第一份工作呢 就在齐邦科技做到目前快两年的时间 所以相对于 Sunny是一位很资深的前辈 那Tony呢 就是一个比较新鲜的一个半导体工作者 那第三位来宾呢 是列财专家 也是我的同事 104列财顾问 陈玉胜 Sam 哈喽 哈喽 大家好 又见面了 我就是随时在各位身边的列财顾问 Sam 好 大家可能随时会接到他电话说 哎 哪里有个机会 你觉得怎么样 好 那Sam啊 他其实 深耕半导体产业啦 现在虽然是以产业专家的角色来当列财顾问 他其实过去也待过德州仪器 也是一个半导体的资深工作者 那今天呢 我们这一集主要是关心 就是说在半导体工作 在半导体产业里面的工作者的一个状态 现场有两位半 两位半指的是 Sunny Sunny当然是其中一位 Tony Tony也是 那刚刚讲的Sam大概是半个啦 那我们就先直接问Tony 最新鲜的 如果说啊 今天要请您评一下 自评一下 这个跟公司没有关系 完全纯粹是你的工作状态 在将近两年的半导体的上班生涯当中啊 一到十分的满意度 你自己给几分 我自己其实会给七分 七分 七分其实比较中规中矩啦 因为毕竟也还没有比较过其他的工作类型 有符合我当初进入到这个职场的一个预期 结果我每天就是生活作息是规律的 对 但是当然有时候也不是准时下班啦 因为毕竟你做的东西我们都会 有点像是半责任制 你要把你的东西做好 那才不会出后续的问题 那不满意的三分是在哪里 不满意的三分其实是因为我们的 我的工作性质会比较偏研发一点 我们要去开发一些新的研算法 然后应用一些新的状况 或者是其他部门新的需求 就是因为我们是做自动化嘛 所以会有很多新的专案跟需求 那我要去思考的时候 有时候我就会卡出 完了这到底要怎么解 写不出来 然后就会心情烦躁 到底要怎么样才能给我一个漂亮的表现 这样子 对啊 所以主要是在那个工作卡关研发 需要很烧脑的这个 但这好像也就是一般工程师的常态 对吧 对啊对啊 这其实是常态 那我们想来请问资深的前辈啊 Sunny您的超过25年的那个满意度如何 我目前来讲是9分 9分 对 我们做过那个员工投入度调查 通常越资深的分数越高 这是很合理的 对 但是其实我觉得工作满意度这件事情 其实我的看法是这样子 就是他一定是上上下下 对我刚刚就想问说下最低的时候 为什么是我们等一下再讲 对对对 他一定会有上上下下 但是下的时候 其实是要正视 就表示你的工作那时候处于不满足 有一个状况就是你太升任工作 你觉得无聊 我跟你讲真的我们也是前几期的来宾有讲到说 当你觉得你的工作都得心应手的时候 表示你的学习局限是平的 不要因此觉得很高兴 所以那个卡关的Tony 你还有学习的空间 对对对对 那现在为什么工作满意度 就是9分 很高耶 其实最重要的是 我觉得我现在的工作 让我持续在这个职场上面 我都觉得我一直在学习 就是公司给我不断给我舞台 那其实也有另外一种说法 不让人虐待我 就要加量不加价 可是我其实常常感觉 就是我很感谢公司给我 相信我 我觉得这是前提 相信我 可以把事情做好 把不同的任务交给我去完成 即便我是没有这个工作经验的 对 好比说我最新接到一个单位 就是职安卫 那actually 其实我不是职安卫 background的人 对 可是我要去管这个事情 我就要花很多力气去把它学习 所以我要怎么去管一群 比我更专业的人 这件事情对我来讲 是一个很大的challenge 那的前提是 公司相信我可以把它管好 我就努力去做完这件事情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工作满意度 就是说 因为我们已经工作一段时间了 那因为我的孩子 其实我跟一般的职业妇女都一样 就是我们都会经历过一段时间 就是又要烧家庭 又要烧工作 这个要平衡 那因为我的小孩已经长大了 他们已经进入空潮期 所以呢 还好有这个工作 让我完全没有空潮期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 这个对我来讲是一件好事 对 其实不是把它 就一成不变 其实如果一成不变 应该不会有很高的满意度 那其实它有很多的challenge 但是又不能太over 压力太大睡不着 所以其实我觉得 要乐在工作这件事情 它其实是要某种程度的动态平衡 对 但偶尔要让自己工作不满意一下 才能珍惜工作满意的时候 是什么状况 所以它要能够enlarge 随时的可以缩放自如 那以此刻目前的现状来讲 那个一分差别在哪里 如果有什么那就更好 其实就时间管理 就事情太多 有些时候你想要去做一些 你想要做的事情的时候 可是有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就是你没有办法去掌握度那么好 我的一天 其实很大一部分都在开会 是 就是开会大概是 五个会 对 很多的会 五个会算少了 对 那其实一定还有一些工作 还有一些时间是要拨出来 比如说可能有一些异常管理 对 就是这个东西不是非预期当中 可是我们又要把它当成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去解决它 这个是 那其实每一天 身为一个主管都要留一点时间 想未来 其实所有的主管应该最大的困难都是 可不可以会议再少一点 会议再 就是 有效率一点 对 因为你得要空出你的时间才能够做其他事情 对 那请问Sam 你列了那么多的千里马 跑到了半导体 他们现在应该都还是跟你保持很好的状态 有没有描述说 他们在那边满意度如何 你们会觉得说Sam 你把我骗到一个火坑里面去了 当然我们这个专门推人入火坑的工作 就是忍不了的 那是这样说 因为IC设计都知道 我们通常都会提醒大家早一点下班 怎样多早就要早 早于凌晨一点下班 如果你早于凌晨一点下班的话 那你还在标准指引 没有关系 好血汗哦 不要太惊讶 早一点下班就好 你说是现在吗 现在还是这样吗 当然 这要应该说 这不是个常态 但是我们知道 等到一个IC要tap out的这个时候 那能够在一点下班 我觉得已经不错了 至少不是让你几天都没有核验 那这个是偶尔在那个旺季 所以我们必须在我们在很多的时候都其实会跟求职者说得很清楚 我们要说明是这个公司的状态 我们知道每个公司是不一样的 有很成熟的企业 比如说视频观众很成熟的企业 但也有刚开始所谓有stop这种公司 那他们这种公司可能是刚起步的公司 那他所要负担的压力跟责任就不一样 那有的是所谓成长型的公司 那他要负担的压力责任 当然有一定完全不同 所以你今天再去看一个工作的时候 我们其实会很明确跟他说明 这个公司现在处于的状态 或者说他现在需要这个人的BU部门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如果这个部门 他是个全新build up的一个部门 那要找这个部门里面的这些keymen 那我必须告诉你 你必须要能够接受 你能够100%的投入你的工作 如果你不能 那其实我会跟你说 那可能你这个时候并不适宜 那最大落差在哪里 除了你刚刚讲早点下班凌晨一点 还有什么 其实这样子讲压力 很多人能说 我今天有很多人他其实在某个公司 他其实做的都不错 那他今天被某个公司向重了 请达纳来做比如处长 副总这种 高阶的职位 大家想哇 这个中文多年媳妇 咬身破 咸鱼翻身 我已经上到管理层了 但是我发现 全台湾最 这个 阵亡率最高的 对副总没有这个不好的意思 阵亡率最高的职称叫做副总 你是说因为压力在太大了 是不是 副总你想想看 就是这样嘛 你这个就像人家说 参谋不带长 放屁也不想 那副总的问题就是说 你上面又有一个总经理 那你是执行者 你做很多的事情 但是荣耀当然 总经理 贵于总经理 他开很多会 但是我的责任 跟这个所有的黑锅 压力 压力 那当然就是由你来扛 有很多人他在工作的时候 他讲 我有看那个好的位置 可是他没有去评估 他是不是能够去承受 这个位置相应带过来的压力 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人不够你能怎么办 哪里是在下面的人 一直加班吗 我曾经也有一个人选 他虽然后来撑了一年多才离开 可是他说他其实 最永远离开的原因是因为 他在过年前 跟他的下面的工程师宣布 请你们初二 就来上班 然后呢 因为他没有人 是 所以他 当他把这个案子做完之后 他也是他提辞成的时候 因为他觉得他其实 可是有点非战之罪啊 是台湾的问题没有人 他没有办法再去说 我没有办法再去狠心一次 因为他知道以这种情况 下一次他还要再狠一次 可是他狠完一次之后 他其实很guilty的 他觉得他对他的整个team的member 他是有一种的罪恶感 你想想看过年 大年初后就大家会来上班 回娘家的概念 对 你都回娘家都不用 就来上班了 因为真的没办法 那因为你也知道 我们台湾能放年假 可是今天如果这个晶片 是要给intel的 要给apple的 人家没有放 channess new year 忽然觉得我的工作满意度 要破表了 到15分 所有的都满意 所谓的幸福感 是比较出来的 是比较出来的 绝对不是一个绝对值 甚至于我还要跟他们说明 你会遇到的挑战是什么 像我们最近这个案子 我已经很明确跟他说 什么挑战 因为前一个主管很烂 前一个主管很烂 所以呢 他已经把整个有用的人都逼走了 所以你没有 整个团队里面呢 留下来的人都是那种要死不活的 因为比较有能力的人 可能就跟一个前一个主管 就吵架或怎么样 然后就被逼走了 就这个主管现在给你撂了桃子 说我不干了就走了 所以这个团队 老实说有人有 但是 烂咖 就一干就知道 这就是一个最可怕的 因为你案子 时间一直在跑 但是你里面的工程师 能够用的又不走了 那你能不能接这个案子 我也必须老实告诉你 你要先评估 你有没有能力接 你这样讲 人家当然都会吓到吧 有往之前的人 这不见得 我说过 台湾的人才是很多的 了解了解 很多人他是愿意接受挑战 他说那你只要 在薪资 职位 甚至于在一些所谓的公司的支持度上面 都能够达到的要求 我还是愿意take OK 其实是人是有权利做选择的 你今天如果在你的家庭上遇到一些工作上 遇到一些压力 那这个时候我也会建议你说 先不要换工作 因为至少 你先搞定 你先可以把家庭的事情搞好了 你再来 处理工作的事情 那有时候 我这个时候觉得很顺的时候 可以的 你可以选择去做一个 有挑战性的工作 其实是要去思考的是 包含了你整个生活的状态 而不单单说 这个工作是不是 我现在可以接受 有时候你的能力是到了 可是状态不是那么好 对 由经济部工业局委托工研院执行的计划 重点产业是半导体跟物联网的相关领域 这是一个整合研究单位 产业 学界的资源跟研发能量 培养全国大学及科技大学的在校生 参与国家大型前瞻研究计划的机会 五年来 总计有将近一百家的企业加入 超过一千名的学生参与 以上内容由人才基地计划提供 其实在我们2022年的 半导体人才白皮书里面 我们有访问一些职人的故事 其中有个女孩的故事 其实我觉得蛮符合刚刚Sam讲的那个例子 他确实是在某大IC设计的公司上班 他确实也曾经在很忘记的时候 加班到凌晨四五点 这个是他那个时候忘记的常态 可能是年底或是年初的那段时间 然后凌晨四五点可能不到四个小时 他又要去上班了 但是他清楚知道他要什么 很特别的是 他确实工作辛苦 然后他是一个文科生 我们所谓文科生就是他大学念的是清大教育系 然后研究所念的是国立师范大学的教育研究所 那他当然文科生在这个行 这个职场里面刚开始工作 就比较颠颠勃勃比较不稳定 所以他做过了设计业 媒体业 食品业 最后辗转了 他到了那个半导体的IC设计大厂 做助理工程师 那虽然是从约聘的开始做 但是他现在已经转成一家美商半导体IC设计公司的应用工程师了 当然也是正职 所以他的薪资在半导体目前的年资合计三年左右 他的薪资从当时的年薪五六十万 就是一般非半导体产业 到现在其实是稳定的大概130到150左右 那他其实回忆他在半导体的那个工作的经历 他很开心 但是他承认很辛苦 他当初怎么跨入这个半导体 就是他跟他的好朋友 好朋友教他怎么写程式 他也就临时抱佛奖 竟然就上了 上了之后他其实也就苦熬熬下来了 他清楚知道他要什么 因为他想要跟周围这么优秀的人一起竞争 轮班这件事情对他来讲 比较少发生 主要是因为IC设计比较难 因为还要学一些跟比较IC设计相关的这些领域 对他来讲是困难的 但是他选择继续留下来 他也跟我们说 他未来还是会继续在半导体产业工作 除了薪资以外 他觉得那种爽度 工作的成就感 突破困难之后的那种快乐 其实是他想要追求的 所以如果以他为例 你们会给一些 比如说文科生 非理工科系的毕业生 他想要进入半导体 什么样的建议 这边可以可以说的是 他如果是工程职 其实这个是有 但是像这个女孩 这种例子是真的很少数 我们过去看各种不同的工程师的比重 如果是非理工科系的背景 很少 大概百分之零点几到百分之二左右 真的是很少 我觉得这个现象会越来越多 对 就是说文科生加入投入半导体这个行业 我举两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就是说 这个人如果他本来就在半导体产业里面 比如说在我们公司里面有一个同事 他就很不错 他就是本来在公司里面 他是商科毕业的 然后他就去学了AutoCAD 然后他就到公司里面 从最基层的那个画图 绘图员 绘图员开始 因为其实在封装 其实要打线 就要画那个打线的layout 他就开始做这个事情 然后后来他就慢慢的越来越熟练 就变成是这个绘图工程师 后来就送到客户那边去做 做onsign的service 因为客户我们很多的设计 IC设计的那个客户 他可能需要在很早2010的时候 就需要工程师 后来他就发现说 他服务客户的能力很好 口条也很好 训练的东西就越来越广 不单单只是layout工程师 会投工程师 他就开始 现在他已经是我们公司 在技术服务上面的manager 本来预言也不怎么样 就开始大量的练习 现在也可以service国外的客户 然后让客户觉得很满意 这是一个垂直的 就是说从公司的基层 开始愿意公司提供不同的平台 让这样子的人可以往上走 他可能不是工程背景的 这是一种 就是内部晋升 另外一种就是外部的 就是说为什么我觉得 外部的会越来越多 因为其实现在人又不够 真的 对 可是你想想看 当时考上 譬如说举例个例 正大气管系好了 OK 他可不可以进到半导体产业里面 未来变成工程师 我觉得是有可能 因为他的逻辑是很好的 他能考上正大气管系 或者是说一些比较冷门科系 也OK 那个Sony刚刚提到 那个商科背景的 从绘图员开始做到 那个技术服务经理 他那个花的时间 大概花了多久 他其实在绘图员 他做了三年 他在做layout工程师 他大概也是做三年 然后他就onsight服务 他那个时候就蹲点 蹲了七八年 他那个时候就cooking 那段时间很重要 他在cooking专业知识 所以当他都已经很清楚 能够跟客户对谈 技术面的事情 甚至于给客户建议的时候 那已经是不一样了 所以那个cooking的时间 其实是必要 OK 所以他大概花了 真正很关键是七八年的 那段时间 所以大概十年 十二年左右 他是可以从一个最原始的 绘图员 变成一个技术服务的经理 对不对 这是第一种 就是内部的同事 他并不一定是工程职 但是他后来经过 边做边学 转到了工程职 这是第一类 第二类的可能是一些 资质条件还不错的 非理工科系的学生 我们经过稍微长一点的时间 也许超过一年半的养成期 可能两年或三年 他一样是有机会可以转成工程职 对不对 是 职场的小百科 非理工背景想加入半导体产业 可以入门的五大职务 半导体有15%是商管 及管理学科的毕业生 高居各科系的第二名 可以用专长切入的五大职务是 机合 财务分析财务人员 系统维护操作人员 平保 评管类人员 业务销售人员 平均月薪落在3.1万到4.2万之间 以上内容由人才记地计划提供 那那个Sam这边有碰到 非理工科系的学生 然后在半导体产业 活得还不错的吗 首先我们要老实讲 没有 在半导体产业的工程职上面 如果已经有劣采来推荐 那他是所谓的温科生的机会 直接零好了 也不是零 那应该是很少 很少很少 以我自己的经验 我是没有这样的 candidate 曾经有这样的一个结果 如果说是以 就是说朋友收编的话 但我们也看过这样的例子 但是他们通常 他们加入的时间 相对都比较早 对 他们可能就是 比较早的时候加入 那加入公司的 一开始的角色 有的人可能是像 类似像PM这种角色 对对对 PM好像还蛮好切入 对文科生来说 他在沟通协调能力 会比李科生那种直来直往 这种 看数字就数字 对对 有时候这个会好很多 所以他从这边开始切入之后 然后因为毕竟你每一天接触的人 都是工程师 那你也很快的能够了解 他们在做什么 那如果你本身是smart的 其实他们也很快的能够了解 这个产业 他需要的是什么 我可以补充一下 当然当然 这个未来的趋势会是这样 就是假设我们要在美国设一个厂好了 我们需要有一个很好的沟通能力 叫英文嘛 比如我们的headquarter 可能在台湾 我们可能是remote到美国的这个厂 去做很多的很重要 但是主要的技术 可能还是在我们台湾headquarter 那边需要roll out 需要有一些人 沟通能力很强的人 我曾经听过一个同意 告诉我 就是说他们可能比较prefer 是英文能力很好 那他训练他的domain knowledge 可能需要两年三年 后来再assign到国外设厂这样子 所以其实这种多元化的趋势是 未来一定是我们要看到的景象 所以其实要把一个工程师 英文教好 可以变成很好的沟通的能力 跟一个语言能力很好 而且他也是鼎大的学生 然后他给他工程上面的训练 送到那边去做roll out的工作 他可能是愿意的 所以其实没有一定哪一个结果是比较好的 这是没错的 因为当时候我们那么多个工程师 那TI要把综合的这些案件结束掉 然后要找人到美国去 为什么会选到我 不是因为我的技术能力最好 是因为你的英文是最好 因为我的母语是台语嘛 那我第二是英文嘛 第三才是中文嘛 哇你看他现在中文这么好 那他可见台语跟英文是非常厉害的 我说台语也会通 好那我们再讨论第二个例子 他其实是非常非常多半导体职人会碰到的 就是轮班新人的日记 轮班新人 我这边要讲一下就是 我们也访问了一个 他是在某大半导体制造商 那他现在是做厂物工程师 就是厂房的厂物 那他的主要的工作呢 就是把一些那个化学钢瓶的 那个化学药剂去运送在每个不同的厂 所以呢 他的运送的本身 他当然就是要一定的muscle嘛 你就想像他是瓦斯钢瓶 然后他要进入不同的厂房 要不停地穿拖穿拖 那因为机器的本质 他就是24小时 他就是没有办法突然停了或干嘛 所以他对他来讲 他是最常见的需要轮班的 那他还是会继续待在半导体工作 因为薪水相对比较高 他现在有房贷有车贷要付 也即将要成家 但他工作上面的痛苦呢 确实就是在轮班的这件事情上 第一个他的生理作息 没有办法很好的调整 曾经有一次骑摩车就摔车了 可能连他自己怎么摔的都不是很清楚 那像桑尼在这个半导体厂这么久 一定也有碰到很多这种 生理作息没办法调整的嘛 会怎么样建议这一群的工作朋友们 他们怎么样去适应 或是说你即将要到半导体产业的产线去 你可能要做好什么样的心理准备 我觉得做在半导体轮班工程师的比例 当然是相对一定是高的 我觉得也很反对就是疲劳驾驶 或者就是过劳这个工作 所以其实把自己的工作tempo要调好 其实我看到很多的状况 就是说很多工作人师他其实他的休闲 可能回家之后并不是去运动啦 去干嘛 他可能喜欢打电动 打了之后或者是上网 他这个时间就拉得很长 就影响到他其实要工作的睡眠不足的这件事情 那也有些时候这个工作的生活 跟工作的loading这件事情的平衡 其实真的是要花一点心思 安排 对 安排好 其实做轮班工程师有一些好处 这些好处是什么 就是说做饿修饿 基本上台湾大概就是这样子 也就是说你正常不加班的清醒 一个月只有一半的时间在工作 那另外假设我加班加五天 就是我真的是只有二十天在工作 事实上我还是有十天是休假的 我可以好好的安排 然后有五天的加班 其实还是可以增加我的收入 是 所以当然这个轮班工程师 的工作他最好就是在 比较有体力的人的年轻人上面 来做历练这是最好的 那有历练过这样子的工作经验 其实对每一个工程师是很有帮助 只是在第一线很清楚 第一线的运作状态 Tony你有同学朋友同事 这种轮班的 他们怎么面对这样的生活吗 有 我有一个朋友 算是大学就认识 然后他现在其实就是在半导地业里面 做做事休的轮班工程师 虽然可能回家是白天 但他下班就是一样就直接休息了 可是他会选择先休息 然后等他醒来了之后 如果到他上班还有一段时间 他才会去把那段空档的时间 安排他自己想做的事情 因为他已经休息够了 所以我看他其实没有太多疲累的状况 他反而有时候我们共同休假的时间 还可以约出去吃个饭 或者是到其他地方去爬个山 践行之类的 职场小百科 大学生如何切入半导体 除了企业实习 或者参与老师的专题研究之外 以高科大机械系硕二的蔡同学为例 在校时期加入人才基地计划培训 参与工研院的专题计划 智慧视觉社区安心管理系统实务 在专案当中担任小组长 专题发表也得到了最佳专题奖 毕业之后顺利进入 其邦科技担任智能工程师 一项内容由人才基地计划提供 所以在我们访问那个白皮书里面 有另外一家半导体业者的人资长 他有提到说 其实就像是那个 如果还有半个月的时间 他是那样好好规划 有的年轻人喜欢三铁 或者是旅游或者是学习 其实他只要像桑林一样的 有纪律的好好规划他自己 其实他的加班是有加班费 那另外还有很多空档的时间 他不会浪费掉的 他其实在他年轻的那段岁月 可以多加值一些什么样的东西进来 但这前提点是 他要这样的生活 而且他要好好的规划 他才有办法能够在半导体产业里面 工作得快开心又有成就感 对不对 Sam有要再补充吗 其实我这边有一对朋友 他们是一对夫妻 其实他们两个在年轻的时候 都曾经进过半导体产业 然后后来就觉得这个工作 他们可能比较不能接受 然后他们就去做了其他的工作 不能接受是因为工时长吗 对就是轮班 有时候夜班 有时候日班 他们觉得这样不好 然后他们两个到快40岁的时候 又重新回到了半导体产业 半导体产业的OP 然后两夫妻都是 然后他们其实 现在他们告诉我 他们觉得他们人生 现在是最幸福的时候 满意度又破表了 对满意度破表 为什么就说 第一 他们说我们休假的时候 可能都不是大家休假的时候 所以我们的旅游品质非常高 因为我们不用跟大家挤来挤去 我们可以去餐厅 吃饭可以吃到中午最便宜的这个 这个buffet 人家在假日排buffet 我们也不用排 健身房又不用跟人家挤 对我也不用跟人家挤 然后因为两夫妻都做相同的工作 他们只要把他们的班表调好 那就一定有人可以照顾小朋友 再来他们的相加起来的年收入 比他们以前这种 比较相对比较不稳定来说 那年收入其实是可观的 真的是可观的 他们讲我们两个家 是这样的薪水付房贷什么 还有蛮多的余裕 所以他们反而从将近40岁近 那这几年现在都46岁 46、7岁 他们还是继续在做这个工作 我们说你们不觉得好累啊 他说其实是心态的问题 我们年轻的时候理论上更有体力啊 可是我们那个时候做这个工作 我们觉得好累 我们觉得就不想做 可是等到我们有家庭 有上有老 有老有小在负担 我们反而觉得在这个产业 他提供给我们一个相对非常的稳定 所以反而到他们40几岁了 他们是选择我要继续做这个工作 所以我即使不会觉得说 我们一定是年轻人才能做这个工作 而是你向往的是一种稳定可以预期 因为even是轮班 其实它是可以预期的 我什么时候是日班 我什么时候夜班 我这个礼拜该上什么班 其实它反而是非常稳定 不像我们正常班 今天晚上要加班到12点 明天早上偏偏要赶着出差 7点多就要 7点可能就要坐高铁 call他老板 对啊 我的休息时间反而是不固定 而且是可能会依据工作 甚至有一段时间会长期的 消耗我的体力的 而且到这个年纪 我真的会觉得累 所以我觉得你要一个稳定的工作 而且又有高的一个投报率 这是一个很好的产业 我必须跟大家说 因为从他们对夫妻的实力 我看到他们现在非常幸福 很好的role model for轮班新人 对啊 他们很幸福 他们已经40几岁了 可是他们还是在这个工作上 还是有很高的热情 OK 我补充一个例子 我觉得也蛮好的 就是我们这几年是退府会 就是有一些退出去官兵 他们其实退役的时候都很年轻 30来岁而已 那其实这些人到很奇怪 他们到半导体很稳定 就是说他们过去在做军人的时候 因为服从性很高嘛 是是 所以他到这个半导体产业 这半导体是很需要 很需要很细密的 所以其实他们也很稳定 他们就觉得说 这个工作是对他们来讲 even是轮班的 其实他们也很投入 所以我们每年都退府会 都要颁奖给我们 我们跟热光跟台积电 每年都会去领奖 就是我们用了很多类似 退育军人 join到公司里面 不管是他在基层的 还是做 你想想看有一些人 他可能在修理轮船的 那个飞机的 他到半导体里面 他也是在做修理设备 那概念上是一样 但是他需要一点前面的 重新training他 该有的半导体知识 哇今天也让我自己 也开了眼界 尤其像刚刚提到 Sunny提到 我没有想 我从来没有想到 退伍军人也是一个 填补半导体人才的 一个一部分的来源 我这生活实在太狭隘了 还有一种人 就是我曾经被问到 可是我还在想答案是什么 就是职业球员 其实因为他们的职业都很短 可是他们接下来怎么办 他们退休的时候都很年轻 对 那他们能够做的事情 因为他们其实都是 很有纪律的人 就是他们能做运动员 他们都要能够 训练 对对对对 那他们加入到什么行业去 是他的接下来人生的第二春 很多其实不同职业的 他们在做转型的时候 其实都可以考虑 是不是公司 国家在发展的产业 有必要让这些人 有一个平台 可以去做conver的动作 OK好 因为刚刚那个Sony提到 就国家正在发展的 一个产业 确实我们八月份的主题 如何脱颖而出 成为职场MVP 在第三周 我们是从半导体产业来切入 那它确实是一个 持续发展中的 一个亮点的产业 那连续三集的这个节目 我们到了尾声 在这三集里面 我自己的收获都满满 包括其实对于一些 半导体产业 有一些主客观的一些想法 其实都会建议 求职者或者是在职场朋友 当你想要转职的时候 你不妨多问问周边的人 你看我们今天的 两位前辈跟一位新鲜人 其实我们听到 他们各自不同的声音 其实在半导体产业 被大家讲比较多的轮班的 这件事情啊 其实就另外一种角度来讲 他其实没有那么的不堪啦 只是看你自己的心态要什么 自己的心态怎么想要 过什么样的生活 非常谢谢三位来宾的分享 八月份的主题 如何脱颖而出 成为职场MVP 第三周我们从半导体产业 切入已经到了尾声 连续三集的内容 聚焦在104人力银行的 半导体人才白皮书 还有工业局的人才基地计划 在104人力银行的网站上面 都有相关的资料 欢迎您上网查询 也欢迎您回头收听 我们在过去所制播的内容 六月份我们制作了 企业丛林当中的 大象猴子跟蚂蚁 你选谁 教大家怎么样选企业 看企业怎么样选人 在七月份我们做了 智商马拉松 如何让工作更精彩 从设定目标 能量学习 均衡生活 到亲友应援这四个购面 在八月份的主题 如何脱颖而出 成为职场MVP 我们也预告 第四周的主题是 如何让主管非我不可 欢迎收听哦 拜拜 拜拜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 别忘了到Apple Podcast 帮我们打薪评分跟留言 假如你有更多的问题 欢迎到职业诊所来发问 我们每周都会更新 也欢迎您投稿想听的主题 投稿连结在节目资讯栏里 请订阅Podcast频道 追踪我们的IG 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 拜拜